第21课 失败产品博物馆 学习词语 声词 产品 博物馆 消费者 饮料 说服力 数字 经营者 想方设法 开发 脑袋 占领 商标 引人注目 退出 失败是成功之母 关注 练习 一 请仔细听录音 找出每组句子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第一组 一 运动员的成绩最有说服力 二 他的画充满了想象力 三 他的适应力很强 到哪儿都能很快习惯 第二组 一 不懂就是不懂 多问问就行了 二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怎么也变不了 三 学就是学 玩就是玩 不能一边学 一边玩 第三组 一 放暑假了 有的同学回家了 有的去打工 有的去旅行 二 同学们临近大学毕业 有的找到了工作 有的还没找到 继续在找 有的在准备考研究生 三 早晨马路上竟是上班的人 有的开车 有的坐公共汽车 有的骑自行车 第四组 一 这家旅馆的条件很差 常常没有热水 二 这个商场的东西质量差 价格高 所以没有什么人去 三 这个城市脏乱差 一点儿也不像大城市 第五组 一 今天比昨天冷得多 二 这个食堂的饭菜 比那个食堂好吃得多 三 这儿的物价比我们那儿高得多 课文 失败产品博物馆 据说在美国有一个失败产品博物馆 展览着大量不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 目前已经有八万多件 其中不同牌子的饮料和酒类就多达三百多种 展品很有说服力 仔细看看 比较比较 参观者会有一个相同的感觉 失败产品不行就是不行 可当初他们又是怎么走进市场的呢 博物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数字 美国每年推向市场的新产品有五千四百多种 真正受到欢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经营者面对这个事实 不得不想方设法开发新产品 但他们却不应该一拍脑袋就把失败产品扔向市场 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产品会成为失败产品 有的是因为上市时间太晚 同样的产品已经占领了市场 有的是市场上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有的是牌子不好听 有的是商标不好看 不引人注目 有的商品质量虽然不错 广告却做得不好 当然 更多的产品是因为质量差 价格高才退出市场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建立失败产品博物馆 目的就是让人们关注失败 研究失败 明天取得成功 有人说 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 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 多得多 3. 根据课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1. 每年美国市场上不受欢迎的产品 大约有多少 2. 成为失败产品的原因不包括什么 6. 选词填空 1. 完成句子 1. 没说就是没说 你害怕什么 2. 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 3. 国家强大了 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 4. 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 5.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人们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 6. 漂亮就是漂亮 不化妆都好看 7. 工作以后压力比当学生的时候大得多 8. 只要能住就行 条件差一点没关系 9. 这些产品有的质量差 有的价格高 都退出了市场 10. 他看书的时候 注意力很集中 2. 完成短文 喝水要钱 花生免费 在一些酒吧 一杯水卖5块钱 但花生却是免费的 可以随时要 花生肯定比水成本高 为什么反而不要钱呢? 要理解酒吧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先要弄明白 花生和水对酒的需求量有什么影响 因为花生是咸的? 因为花生是咸的 顾客吃的花生越多就越渴 点的酒类和其他饮料就越多 酒吧赚的钱就越多 如果顾客喝的水多 需要的酒自然就少了 酒吧赚的钱也就少了 所以虽然水比花生便宜 可是酒吧还是愿意免费提供高价的花生 那样的话 顾客就会少喝水而多喝酒了 酱ス陪酒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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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